3.5就說有什麼科學化的耕作方法 用來解決這些農業問題在中國 首先,第一個就是Irrigation System 就是灌溉系統,用來改善這些水的供應 有些大規模的灌溉系統 包括建造的混河,建造的水稻橋 這兩個是Canels,Aquiducts這些要適寸 令到水可以由河、水塘,送到一些妖罐蓋的地方 比較小規模 包括建造的水管,甚至建造的噴罐設施 像花灑一樣,但要適寸 第二就是用化學肥料 為了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增加的輸出 他們會使用化學肥料 包括化學肥料,殺蟲劑,除草劑,這些東西都要適寸 有一堆好處,這裡也是要適寸 化學肥料令到泥土肥沃 保證有些農產量高些 殺蟲水當然用來殺蟲 避免Clock failure 除草劑,用來控制雜草 可以確保農產量有上下 第三就是用一些機器 中國農夫也用很多現代化的機器 去改善他們的效率 第四點就是用溫室的科技 溫室是用透明物料,例如玻璃、塑膠 裡面的環境,例如氣溫、陽光、風速、濕度等等 都控制好了 可以幫忙延長生長期 令植物在室內都可以有長生長期 如此,農夫也可以控制一些害蟲 容易控制 第五點就是生化科技 這是生化科技 這是基因工程 嘗試改變農作物和動物的基因 這些農作物簡稱是GM Corps 但是要適存 有些甚至用少些水就可以生長到 亦都可以抗蟲 用了這些GM Corps 用了這些生化技術之後 他們就可以用少些殺蟲劑 提高農產量 農夫可以在乾旱和冷的地方都可以種植物 幫助發展多些土地 以及他們用化學、化學肥料、化學劑、機器、生化科技 他們可以增加產量 所以每個Unit的土地 得到的產量就更多 好 好的 谢谢观看